2015年1月25日 2012环瑶盼望第259篇信息 日華牧師從聖經的預言 與宏觀敵基督 藉在Freemason種種的部署分析中 最有可能基督徒被提的時間 將會按住以下的次序發生 第一,在接下來的日子 全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將會率先演進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俄羅斯和世界各國 逐步出現一些軍事行動和戰爭 經過幾個星期至數個月之後 全世界一而逐步形成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局面 第二,當世界剛好全面形成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局面之後 合乎時刻警醒之隔的基督徒就會被提 由於有大部分基督徒人口於普世上消失了 社會將會出現大混亂 第三,接下來基督徒被提後 差不多24小時之後 Freemason早已計劃和部署的美金死亡 就會發生 將會觸發全球經濟和貨幣崩潰 繼而666收印系統 會按著Freemason一款 《Order Out of Chaos》的方程式 趁機出現成為這個危機的答案 因此,啟示錄第十三章所記載的666收印系統 就是接著啟示錄第十二章所記載 婦人的男孩被提之後才會仍然發生 所以,基督徒被提的時間 將會介乎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和美金死亡之間的一個時段 事實上,以現時世界的走勢 距離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亦已如箭再緣,一觸即發 有關進一部基督徒被提的詳細分析 敬請留意 接下來《2012榮耀盼望》 第260至第262篇訊息的分享 《2012榮耀望》 第2次世界大戰 第4次世界大戰 第4次世界大戰